以身体为比 以用敬拜为墨 结合身心灵的能量 画出一补福用生命对上帝的感恩 艺术家张鹏杰在八月下旬 与国泰式华艺术中心 举办奔墨雕文水墨雕塑展 带领观赏者体会生命更深的境界 西方有个叫行动艺术 我这次是把行动 跟我的中国的现代水墨 把它连结在一起 我是一个带着向主的一种 感谢赞美跟敬拜来完成的 我带着墨奔跑 墨因你而奔发 在奔墨中 张鹏杰把自己想象成了 巨大毛病 穿上特制的墨衣 透过奔跑 舞蹈等姿态 创作的大型水墨 像我背后这幅画作 我一看它就觉得 很符合圣经一句话 压伤的芦苇 它不折断 好像在一片的灵乱当中 有一种温度在支撑它 我借着这个奔墨行动 也在表示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会有破口 都会有破碎 但是如果我们有主的爱 有个正确的眼光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往正向的向上提升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成为 美丽的艺术品 张鹏杰另外一个 展出主题雕文 则是以母亲阮金红的 书法文字 作为圆形的雕塑 在创作 我觉得这是跟我母亲的 一个爱的连结 一方面呢 我也是觉得 她的字形很美 因为山字呢 有一个诗篇里面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非常感谢上帝 在我的生命中 给我很多的医治 鼓励 不只医治我的身体 医治我的心灵 在人生当中 不断地带领我的每一步 张鹏杰领受了 基督徒艺术宣教的负担 自2011年起 并连结了海内外基督徒创作者 筹办跨界艺术展 明年预计在马来西亚展出 持续把对生命 及信仰的热情 透过作品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